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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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在雲何處飛 願斬風雲追隨 有幾願能相聚 思意無悔 我有幾身四海 你卻僅可問天 只想收場堅圈 隨隨你連綿 我怎能離開你 我怎能將一切 你藏在我心底 心不默奕 願了心長相守 來出有種夢 除了還有誰和我為友 藍色花衣匆匆 名叫做忘忘 願你手摘一句 永陪心中 我雖好有事與苦 只有愛不能依 我和你共事中 心我默奕 若干年前 那個左老師呢 是培育了這個鄧一鈞 那麼今天站在我們這個 我家有明星的舞台上 又推薦了戴哈安妮 嚴肅老闆 您覺得怎麼樣 我現在好感動 為什麼 為什麼 他是太像小小鄧立軍了 就是那個年輕時候 早期早期的鄧立軍 剛出道的鄧立軍 對 左老師呢 是你的名字我早就知道 是 大名鼎鼎啊 你的歌好多 我都很佩服的 很愛唱的 真的好 真的真的 這真好很好 這個推薦那個人啊 這叫 怎麼說呢 慧眼石珠 我們家有明星明星 對候這兩個字叫明星 這感覺 我覺得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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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這個安妮一張口的時候 我跟包幻莎老師 我們就 啊 不有耳同的這樣 就是他的這個聲音 太像鄧立軍了 在我們聽起來 除了有一點點 稚嫩版 以外 就其他的音質 簡直是一模一樣 而且他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他表現出來那個狀態 是非常的自由 然後是很輕鬆自然的 就你聽不出來 任何雕琢的痕跡 所以我覺得 左老師的眼光 真的太牛了 我此刻的內心 我就覺得安妮太幸福了 她能夠在這麼小 就是還沒有經過 經過特別多的可能訓練和指導的情況下 她認識了左先生 這太難得了 將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會從事這個職業 但如果她從事了這個職業 她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孩子 而且我從她的 剛才的這些聲音裡面 我真的聽不到任何的裝飾 任何的啊 那種模擬 我都聽不到 完全是她一種淳朴的一種演唱方式 所以我覺得特別打動我 咱們先把鄧麗君放在一邊的話 我覺得她的聲音特別有記憶感 就是她的嗓音只要是一出來 就會讓大家很難忘 聽完她的歌以後 你就會覺得這個聲音會刻在你的腦子裡 所以我一直想問一下小安妮 你為什麼會選擇這首歌來作為出場曲呢 因為我是通過這首歌才認識的左老師 通過這首歌認識的左老師 具體說一下 對 就是我媽媽帶我去鄧麗君音樂主題餐廳 然後就旁邊有一個小舞台 大家都可以上去唱歌 然後我就上去唱了一首 我怎能離開你 然後唱一半的時候 左老師就出來一直在旁邊聽 那個時候你知道左老師是誰嗎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就是我媽媽向我介紹左老師以後 我就感覺這個爺爺真的不是一般人 特別牛 但是媽媽有介紹說 這就是鄧麗君的喜蒙老師 這個沒有 就是說為鄧麗君老師寫過好多歌曲 左老師也是在餐廳吃飯是吧 對 鄧麗君過世了 很懷念他 有人想要在北京開個餐廳 希望左老師能來 所以我就硬要從台灣做飛機到這邊來 參加 就碰到戴函安理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收穫 我想問左老師 就是當年鄧麗君唱這個 我怎能離開你的時候 那時候是多大 那是到15歲吧 15歲 就是跟今天的安妮應該是年齡相仿 他現在13歲 他現在13歲 您還記得當年第一次見到鄧麗君的那個場景嗎 現在現在像農村裡面那個晚晚會一樣 他的爸爸是我結拜的大哥 結拜的兄弟 他說 他說我給你介紹一個小女孩就是台上唱歌的 你聽一聽 我聽過以後 我講你能不能請他唱歌以後 下台以後 我來跟他講幾句話 可以嗎 下台 這個小妹妹就下來了 下台我就問 你叫什麼名字 她就把我的手拿過去 把手拿過去 就寫了一個凳 然後第二個是寫立 第三個字 一個竹字頭 竹 下面一個平均的君 這個應該這個字念讀雲嘛 雲 對 但是我就問問鄧麗君 這個是念君嗎 讀君嗎 鄧麗君就回頭看 看這個 我的鄧大哥 那爸爸爸爸 大家都說君 那一句我就乾脆叫鄧麗君嘛 這個名字是這麼來的 第一次聽到這麼珍貴的一個故事 對 然後我還想問一下左老師 您跟他見面的時候 他第一次給您唱的是什麼歌呢 第一次唱的是 我一見你就像 我一見你就像 你那唱不及即時的味道 跟你在一起 永遠的逍遙 我特別想知道安妮會唱這首歌嗎 安妮會唱嗎 會唱 那要不就今天在這個舞台上也 為我們大家唱一下這首歌 我一見你就像 來 在唱歌之前呢 這個我提個意好不好 你講 左老爺子卻畢竟這個年歲大了 18歲 我們去安排一個凳子好不好 讓老爺子坐下來 歡迎歡迎 好吧 來 80後 我一見你就像 我一見你就像 你那片片風才太美妙 跟你在一起 永遠沒煩惱 我一見你就像 我一見你就像 你那片片風才太美妙 跟你在一起 永遠沒煩惱 永遠沒煩惱 究竟未了什麼 我一見你就像 我一見你就像 因為我已愛上你 出乎你的預料 我一見你就像 你那片片風才太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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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在一起 永遠沒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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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feel so 这跟原来的这个版本完全的不一样了 左老师 为我爱上你 除非了 经典的歌 好的歌曲 因为时代的进化 四季的不同 可以做不同的演艺和变化 那您是更喜欢安妮的这个版本 还是更喜欢原来邓丽君的版本呢 我觉得这个 现在这个版本不错的 乖巧 可爱的安妮 我想知道今天是谁陪你来的呢 我妈妈 那能请妈妈上来 我们见一下吗 来来来 掌声有请 妈妈在哪里 挺好的 站在婚女旁边 我感觉这个妈妈上来 气质非常好 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其实我也是唱歌的 但是我是学那个西洋唱法的 美声 对 怪不得我们的这个安妮 嗓音的和音乐感觉那么的好 她是在娘胎里就已经接受音乐的熏陶了 有这个遗传基因 爸爸是做什么的 爸爸是那个中央音乐学员的教授 然后她也是深圳江云海乐团的常任指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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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怎么发现 安妮在这方面她特别有特征 而且她又那么喜欢唱邓丽君的歌 其实她特别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 就刚刚一岁的时候 好像大概到一岁 她爸爸教一个学生 一个小男孩 然后就让他去唱一个中央C 然后她怎么唱都唱不出来 那个时候她爸爸就有点急了 要发脾气 我在门口听了 我就抱着安妮进去了 因为安妮可以解围 然后她爸爸就教那个学生说你唱 她还是唱不准 后来安妮就我抱着怀 安妮急了就给唱出来唱特别准 一岁 还不到一岁 还不会说话呢 你们看到了吧 这就是在娘胎里这个胎教的影响 妈妈是怎么发现 安妮是喜欢听邓丽君的歌 喜欢唱邓丽君的歌 有一天那个 其实我她爸爸开车 有时候我也开车 有的时候会听一下那个邓丽君小姐的歌 然后有一天她爸就说安妮 那时候安妮可能大概不到九岁 说你听听邓丽君的歌 她的歌才是你应该去听去学习的 然后安妮就跟特别不屑过跟我说 我会唱 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呢 我们家也没有卡拉OK 然后她呢 就拿着我们家那跳绳 塑料的 不有那个把手吗 然后她就拖着那把手在地上 就唱邓丽君的歌 唱了好多 然后我跟她爸就有点傻了 那其实我现在就想问安妮了 就你是自己 就是发现自己什么时候 喜欢去唱邓丽君的歌 因为有很多人的歌可以选择的嘛 尤其是像你这个年纪 十几岁的小朋友 会喜欢邓丽君的歌 因为我第一次接触流行音乐 接触的就是邓丽君老师的歌 而且就是我自己发现 我在唱她的歌的时候 和唱别人的歌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然后她的音乐记忆就是挺挺吓人的 就她听一下 然后甚至没有谱子 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她马上她就可以把它填进去 不管是中文的 还是英文的 还是日文的 她全都马上能填 就完全是靠自己的记忆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不靠谱是吧 秦天 你要是再这么说我的偶像 我就跟你急 不靠谱啊 什么叫不靠谱 那叫没谱 那叫不用谱 知道吗 对让自己从来没唱什么 真的没有想到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声音这么成熟 她让我们感觉不到她是十几岁的孩子 啊 这个真的是难得 那么你喜爱邓丽君吗 非常喜爱 那么会不会去查她的一些资料啊 了解她的一些故事啊 查资料肯定是会的 因为说这么不简单的一个女人 我就是说非常好奇她背后 拥有哪些小故事和小细节 比较好奇 菁姐那个香水喜欢有什么味道 然后喜欢吃什么 喝什么 然后平常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干什么 更好奇的是 她到底有多少个男朋友 因为左老师是咱们音乐界的大家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是邓丽君的恩师 嗯 在这个舞台上历见一个13岁的孩子 不会只认为他唱邓丽君的歌唱的好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选那个培养学 晚辈呢或者帮助朋友 我第一个很注意啊 对方的家教啊 家教 第二个才是她本身的 这个这个艺术的这个天分 其实听得出来啊 最最初邓丽君 除了她的歌喉吸引了左红元老师之外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是邓丽君的品质 她是一个很有家教 很有体统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左老师很喜欢她 今天我们的安妮呢 左老师能够带到节目当中来 能够推荐给大家 她身上也一定会有和邓丽君相似 或者相同的这些地方 是 您看左老师和这个邓丽君 这一生的情缘 歌手不断 今天又在舞台上呢 推荐安妮 我想问一下这个左老师 您这么喜欢安妮 有跟安妮一起合唱过吗 有啊 有啊 我们在深圳 在深圳那个一月季 已经 已经合到 我已经试过了 我觉得蛮好的 唱的是哪一首 唱的是千年等一回 千年等一回 当初我们的和声 那今天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上 再来一首 唱一个不一样的行吗 安妮我们上次 是不是甜蜜蜜 甜蜜蜜好吧 好想花儿开在春风里 太早爱春风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甜蜜蜜蜜蜜蜜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及 啊 在夢裡 夢裡 夢裡見過你 天眼裡 笑得多甜蜜 是你 是你 夢見的就是你 在哪裡 在哪我遇見過你 你的笑容這樣熟悉 我一時想不起 啊 在夢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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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裡 夢裡見過你 天眼裡 笑得多甜蜜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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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裡 夢裡 笑得多甜蜜 啊 在夢裡 夢裡 笑得多甜蜜 啊 在夢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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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非常的投入 也是一直在跟著這種節奏 我聽這個歌 听過很多次 嗯 而且很多 哪女生的二重唱 各種各樣的花哨 我这个栏上这边夹的 比方说在梦里 在哪里 他喊在哪里 比方说啊 多少事都没有 就那么干干净净的 就那么准的 准我特别想这个准字 节奏的准 准的准 情绪的准 好要言丝合放 天衣无缝 真让人陶醉 我是想问一下卓老师 因为你看大家都知道 您培养出那么多的明星 然后也给邓丽君小姐 写了将近一百多首的歌 我想问一下 你对安妮接下来的 安排和计划有吗 有的 那您会为安妮 创作歌曲吗 会啊 我现在已经 我跟那个庄鲁老师 就写歌词的 写小生故事甜蜜蜜 是 严老师要知道 那现在我已经叫她 我们已经写了一两首 希望安妮在7月12号 北京个人演唱会上 也得到国家文化部的支持的 希望各位老师有机会 各位来鼓励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是13岁的安妮要开演唱会是吗 在北京 7月12号 安妮的这个从小到现在 她已经开过三场演唱会了 都是音乐祭 对然后呢 她7月12号呢 是跟中国歌剧舞卷交响乐团 在这个保力卷 对 那后两场也都是音乐祭吗 都是音乐祭 整个的一个大的活动 其中有一个部分 是演唱会的部分 那么安妮呢 就是受邀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音乐祭 安妮已经送过这么多场演唱会了 其实我想问一下 是有四场 你看我们再历史一下 加上12号的那场 即将举行的这场是四场的 第一场是在学校 自己办的 是吧 学校当时是 不到十天提前提醒我 然后也是有点小仓促 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老师们 能够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是 但是那天唯一有一个遗憾就是 我那天发着高烧 然后礼堂暖气有点问题 然后就下面观众都穿着棉袄 然后我穿着一个挺冷的一个裙子 就这样是吧 比这老 比这还老 然后还发着烧唱 但是不管怎样 那是人生的第一次 第一场演唱会 还是能是在礼堂里 那天是来了多少学生啊 应该是算上家长和学生 应该是一千人吧 一千人 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 就一千名观众 好让人羡慕哦 你这什么表情 我这来十个我就高兴了 咱俩真是好搭档啊 我确实看出顾扬的惊讶了 因为我在这舞台上这么多次没看到过他有这样的诧异的表情 这个四场第一场是在学校 后三场都是音乐祭 没错 被邀请了 这回明白了 来 菲菲 我特别想知道 就说你这么小的年纪 然后举办过这么多次演唱会了 那每一次举办演唱会应该是很辛苦的 我就想知道妈妈是不是操了很多 操了很多心 其实我开始预想我会很操心 但是我发现我没有 因为安妮她自己从第一场演唱会她就把我给吓坏了 她准备了三套衣服 然后每套不一样 鞋子配什么 项链配什么 耳环配什么 头饰 所有的东西她自己打点的紧紧有条 然后是自己化妆 不是吧 这也太省心了 就是妆是自己化吗 安妮 因为就是说化妆是每一个女人这一辈子都必须要学会的事情 就是晚点学会还不如早点会吗 你听听人家怎么说 你看看人家 你这宋宁跟王辉坤是什么 我跟你讲 她刚才一个用词 她说化妆是每一个女人都应该怎样怎样 我就在想我十三岁的时候在干嘛 我似乎是穿着校服在满街跑 我听安妮说完真的是觉得我十三岁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假睫毛呢 你看都不会吧 所以我在想演唱会的妆 她毕竟跟平时的妆还是不一样的 这么重要的时刻 为什么不请一个化妆师 对我知道你是自己化 为什么不请一个 也有请过 不过有时候还是会自己化 因为我可能还是比较了解自己的脸部特征 然后而且我化妆一般技巧啊什么的 都会向那个化妆师们请教 然后自己上网上查视频 然后还有别的朋友推荐我 然后慢慢自己学的 我就听安妮这一轮的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觉得她 她真的好成熟 她的内心其实真的 她的心理年龄可能跟她的生理年龄还是有一定 就觉得她特别成熟 内心很强大的一个孩子 对对对对 从化妆的角度来说 你还没有长大 比我强 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 是吧 宝宁 而且我听完安妮说的这一番话下来 我觉得就是说她是一个特别用心 然后呢又特别乖巧懂事的孩子 所以怪不得左红颜老师能这么欣赏你 力推你 那我也特别想了解 就是说在你这几场演唱会当中 你认为哪一首歌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小孙之恋 小孙之恋 跟我们现场来一个呗 好 小孙之恋 小孙之恋 弯弯的小河 轻轻的山岗 你围着小村庄 你围着小孙之恋 小孙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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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 回到你身旁 美丽的村庄 美丽的风光 你常出现我的梦想 在梦里我又回到难忘的故乡 难忘的小河 阵阵的花香 使我想往 使我难忘 难忘的小河 难忘的山岗 难忘的小尊庄 在哪里歌唱 在哪里成长 怎不叫人为你相望 好安顾乡 好安顾乡 我故乡 别来是否无恙 我是茶匙 唱你 想你你 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 回到你身旁 好安顾乡 美丽的村庄 美丽的风光 你常出现我的梦想 好安顾乡 好安顾乡 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 感估你 我愿意我愿意你 好安顾乡 唱歌唱的这么好 那肯定在学校 是明星了 对 风雨的人物 对不对 肯定其他的同学 都非常羡慕你 对不对 其实可能说 刚开始认识 或者不认识的 是有点羡慕 但是 主要是跟我熟了 或者是吃过一顿饭的 那种羡慕的眼光 就会变成嫌弃的眼光 不是这落差有点大 这怎么就会嫌弃呢 平常话多 然后 笑点低 就是经常笑着 坐到地上 就是没啥形象 我给你讲个笑话 这笑话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说有个人呢 走在路上 突然下雨了 他头发愣没湿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是光头 没头 你讲个笑话 你讲个笑话 韦剑讲个笑话 不是我就说啊 这么一个笑点低的女孩子 对于你刚才讲完的这段笑话 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本身就是笑话 我也没补 行了行了 按照道理来说 就你这种性格 那绝对朋友多呀 也不见了 这性格多好 就是有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摩擦 小摩擦 就是说我没说什么 但是可能说他们会 有时候会去制造一些矛盾 这我理解不了 这是一部连续剧吗 这个剧情 我理解不了 妈妈知道这个事吗 初二的时候 他刚刚 对 转一个班 然后他到了这个班以后 然后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很孤独 他一直没跟我说 很孤独 他很孤独 他在笑没有朋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是特别明白 但是因为都过去了 就是他不理解的 就是为什么会孤独 就是因为你不是女孩子 你理解不了 在学校里啊 女生是特别容易搭伴的 就去哪都愿意有人陪 说最就是 甚至于连去卫生间这件事情 都愿意找一个人一块走 咱俩一块 忽然冒出一个小女孩 可能比较优秀 大家会有一种不适 后来慢慢的 你就好了 后来他转到那个 有班主任 那个就是现在是班主任 这个老师做一个 对安妮的班主任 所以韩老师对安妮特别支持 包括学校老师同学 现在状况非常好 已经非常好 那安妮呢是小明星了 但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同学呢 多多少少可能看见 那个小明星呢 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当然 我是一个班上的 我给秦天 给顾阳在一块 给安妮在一块 我那家有明星了 我回去 我要再 我比他们要再成熟一点 当然别人就离我远点 太正常了 这就有距离感 这当然 马上就哎呦 你可了不得了 你呦 哎呦呦呦呦呦呦 这很正常 但这也是一种 什么了不起的呢 这也是人的一种很正常的心理反应 这时候就需要你不要那么成熟 哈哈 你就更简单 你还傻一点就没事了 这个过去了就完了 哎 如果你要你说 那我明星说怎么了 我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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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唱的就是好 怎么了嘛 那完了 那就越来距离越远 就是这么简单 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没什么 你意味思考一下嘛 如果你是他 他是你 你会如何呀 记住孩子 两个句话 一个叫庞若 别无忍 这庞若有人 永远记住这句 庞若 旁边是有人的 第二个 得理 让人 得理的也让人 别得理不让人 我们前面说到邓立军嘛 邓立军在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肯定也遇到过低谷 他遇到低谷的时候 他又是如何调整自己 他这个 广告之后 精彩地区 我们前面说到邓立军嘛 邓立军在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肯定也遇到过低谷 他遇到低谷的时候 他又是如何调整自己 他这个两段的人生奋斗 起伏起来 第一段 就是从我开始 唱我的戏剧的歌曲 然后呢 到了香港 然后就到了日本 这是第一段的高潮 然后后面呢 突然间就陷入低潮 他的歌唱的生涯 陷入低潮 那个时候后背 台湾的新的一波 一波人才又起来了 新的一波人才为什么起来 就是要唱新歌 新歌就是一个歌手的招牌 那个时候他的 他也有好朋友 在香港那时候 林静霞吧 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没事聊天 但是这个时候 各位 从前所有的唱片 每一张唱片 最少从前的唱片 是12首歌 最早还有16首歌的 一张唱片16首 在邓丽君那个时代 已经开始 一开始就宣传一两首歌 所谓出导 有十首歌 搭配的歌曲 通通埋没了 邓丽君就从所有的歌手里边的 旧唱片当中 把埋没的歌 从里边挑选 适合自己翻唱 叫翻唱 适合自己再唱 或者做部分的修改 适合他的 比方说 里面有首歌 你怎么说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 连名字你都说错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 看今天你怎么说 邓丽君 在第一场的时候 新的出发 把这些都人家没有注意的 当初和略的 埋目的 没有唱红的歌曲 他一唱就红了 中国古话说得好 胜不骄 败不内 关键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因为刚才左卓老师是在讲 邓丽君的实际的经历 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不能放弃 不放弃在做什么要做生活的有心人 既然又说到邓丽君了 再跟左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您还记得您最后一次见邓丽君 是在什么时候吗 是有什么场景 是邓丽君去欧洲 最后一次去欧洲 以前 他打托朋友来找我 他说邓丽君准备后天要回台湾来 要跟你见面 你能不能抽个时间跟他见面 他好想跟你见面 想要唱歌给你听 我讲可以啊 我就那一天晚上 台北市动画南路 有个红雅铁板烧 那我有三个学生 在那边弹伴奏 弹音乐演奏 那我就叫他们不要走 我下了班以后呢 我想有邓丽君来唱歌 邓丽君可能来唱歌吗 我想绝对可能 哇 结果那天晚上 附近的邻居越来越多 到了天亮以前 整个的那个路啊 没了几个 拔路英雄 随接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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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邓丽君说 老师 我已经今晚 我是唱的 就是欲罢不能 整个全身上都是汗啊 你看他多么的激动 每唱一首歌 万个腰下来 老师我唱的如何 修校也改进 你看看这样的一个巨星呢 最后还这么谦虚 他到他心里有什么打算 我们不知道 他要回来看老师 等到最后事情发生了 我们才知道 他已经对人生了 好像有一点点 那么的 好像可能 有一点不大如意的 这样的情况 有悲观的情绪 所以我就 但是他没有忘记 自己的父母 没有忘记老师的恩情 他来看老师 把所有东西 唱给老师听 再让老师再检验一遍 这种学生是恐怕 不是说少 可能不多吧 对 但一个人已经到了 上了枝头 做凤凰以后 很少人会想到从前 我个满足 谢谢大家 董洪远老师 这一次是看见安妮了 这份遗憾 仿佛是得到了弥补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在安妮身上 我们又找到 找回一个新的 新生的 一个新生命 那您对安妮有些什么样的期望 希望她发扬 邓丽君的精神 来创造她自己 未来的新的我 这是卓老师对安妮的期望 那安妮你自己对自己呢 有什么样的规划 或者说 你的梦想是什么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安妮你自己对自己呢 有什么样的规划 或者说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觉得我接下来 还是要继续把学上完 好好读书 对 好好读书 然后说将来 如果能有机会的话 想去音乐学院 继续深造 还是想走音乐这条路 这是安妮的愿望 是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 都能够见证 安妮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 那说到这儿了 再为大家唱一首歌吧 行 什么歌 《一个小心乐》 看似似小雨 心飘在窗前 听似似小雨 轻轻打在梦页 似似的笑语 悄悄来到人间 小雨多适应 那小雨多可爱 无分外留恋 一个小心乐 长在我心田 愿难下雨 心去尘缘 一个小心愿 长在我心田 愿难下雨 心去尘缘 一个小心愿 愿难下雨 可似似小雨 心飘在窗前 听似似小雨 听似似小雨 轻轻打在梦页 四四的小雨 悄悄悄来到人间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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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拉拉 沙拉拉拉拉 沙拉 沙拉拉 笑语沙拉拉 沙拉 沙拉拉 沙拉拉拉 沙拉 沙拉拉 沙拉拉 笑语沙拉拉 沙拉 沙拉拉 沙拉拉拉拉 好 谢谢安妮姨今天来节目当中分享了她的成长故事 也给我们带来记忆当中很多熟悉的旋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过人的财 如果您有动人的故事 也是下一个段上我家有明星舞台的 就是电视机前的您 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 各位期待您的光临 好了 下周五晚上同一时间 每天电视台文艺频道 我家有明星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